台灣的一斤100 進口的一斤520 很便宜啊 才100克才17塊 畫進口兩個字就 520 貴到要命 這個真的很重鮮 我幾歲啦 今天我們來到 三鳳中間 三鳳中間一直是三明區一條非常有歷史的老街 每年只要一到春節的前一個月 這條街就會變成年貨大街 高雄人大部分要採買年貨跟乾貨 都會來這條三鳳中間 其實不只春節 連端午節、中元節 這邊都會有應景的活動 然後步驟說 我們就帶大家進來看看 裡面到底賣哪些東西嗎 現在快過年了 能採買趕快來採買 在影片來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動吃 走吧 這邊其實不只有年貨 它有一些乾貨可以買 那也有一些小吃 所以餓的也可以來這邊買東西吃嗎 可以 我們看有哪些吃的 等一下可以稍微買一些乾貨回去 對啊 反正你也會煮雞湯 我應該會買個香菇吧 我對那個乾香菇比較有興趣 通通100耶 通通100 密件耶通通100 我也想要買 買你的檸檬乾 沒有檸檬乾 我們來到這一攤 他說通通都100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密件 一包只要100塊 超便宜 而且不小包耶 量還蠻多的 嗯 欸你以前會吃年糕嗎 對啊我超愛吃年糕的 我以前非常愛吃年糕耶 阿嬤以前都會用那個年糕 然後包那個餛飩皮炸給我吃 好好吃喔 可是我是不喜歡吃餛飩皮的耶 好喜歡吃麵粉的 它這邊還有賣很多調味料 醃製品啊乾貨啊 我們現在看到一間賣馬老的 感覺這樣很好吃 先來夾這個 拿個三個好了 這是白芝麻 白芝麻 黑芝麻再三個 黑芝麻 這是海苔喔 海苔的也很好吃 海苔的也很好吃 海苔的我不敢 沒試過你怎麼會不敢 欸海苔我大推耶 對啊 不然來個一個好了 上面都偷吃了有沒有聽到 上面都偷吃了 上面都偷吃了 應該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還有什麼 花生粉啊 花生粉也是蠻清點的口味 花生粉 啊這是什麼 這是椒鹽 椒鹽的話它底是花生粉 但它有加一些香菜 可是它香菜味不會太重 試看看啊 夾鍊帶風景長溫保存一個半月 喔這感覺很好吃 辣的有吃嗎 有啊 然後吃看看配辣辣椒 那這個是什麼 你看你看吃辣的 那用麻辣的給你吃一看 看你小鬼喔 會辣嗎 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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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很愛吃這種 古時候的糖果 愛吃古早味的糖果 我覺得古早味糖果非常好吃 你要買回去配酒嗎 它有很多口味呢 我們藥膳是招牌 我要買藥膳的 你要藥膳的 這間藥膳的很好吃 殘豆酥 他們的藥膳是招牌的 我們去吃看看 大這個 200 200 你有想買糖果嗎 它是台灣的糖果 不是製品 一斤100 一斤100 它很便宜啊 100克才17塊 頭進來有一間三茂企業 這間的糖果真的很便宜 一斤才100塊 可以過來看一下 要買才買糖果的趕快過來 一包50塊的餅乾 這也是小時候在吃的餅乾 那個什麼什麼卷啊 咖哩咖哩 類似它有菜脯 便宜有的美的 我以前很愛吃開心果 好噁心喔 那個味道 哪會 開心果很好吃 吃這個牙齒不好的很痛苦 這間是乾貨 你是不是要太香肚 我在比價格啊 你有看價格嗎 有啊 香菇貴耶 可是煮香菇 要用這種 大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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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東菇 那個一斤880的那個 你可以買半斤啊 半斤 半斤就450 我們再往前面看一下 韓國 這是國外的 有國外的 臘肉 會有在考慮買一份臘肉 三秒 先烤肉看 好吃啊 你有想要吃嗎 這個 都可以啊 這一份不知道多少 這一條不知道多少 這是秤的吧 這個回去要怎麼弄 我十塊挖不出錢 十塊 用整個 炒蒜 炒蒜 欸 酸辣啦 這也當差酸欸 這也當差酸欸 蒸菌很好吃 然後這個用蒸的 或是炒蒜苗 都可以 那麥給我 一條好了 這塊嗎 我都要吃肉 吃肉 吃肉 今年的豬肉也是長很酸 尤其又到過年的時候 會長這麼多 今年的 去年就開始了 肉長太多了 我覺得今年什麼都滿貴的啊 去年就很貴了 去年就開始貴了 什麼東西 漲價都各種禮 這是貴妃獎的 你只要想做什麼 但什麼理由都有 不管是漲價還是批給的 都一樣 香菇 這裡有的不少介紹啊 這邊有香菇啊 有 有 有 可以看這850 快點 他特價850 半斤400票 半斤400票 半斤400謝謝 半斤400票 半斤400票 好 貓說香菇雞他要用大東菇 我比較喜歡 他喜歡用大東菇 所以我們就用了大東菇 對 這七七小吃部 現在在客買 哇那怎麼辦 因為吃要等 我們現在要山峰中間的 清晰小吃部 可能因為過年前 大家要來財買年貨的關係 所以人潮真的非常多 我們剛剛點了肉燥飯啊 綜合湯 然後還有一個 打麻米豆 你看他的肉燥乾 那肉燥飯比較重口味 隨甜中帶甜 骨皮啊 很Q 不是那種咬它就會化開 那個皮是Q的 油脂味很香 這個我可以吃 很美味 好吃的 他們家也是好吃的 好吃 我剛跟貴妃走過來 我想說是不是只有 因為只有這間熟食 所以人才會這麼多 好吃 可是對我來講有點太重鹹 這個真的很重鹹 憲君依 憲君依 憲君依這個很重鹹 快來吃 而且蠻便宜的 這碗35號 這碗是它的湯仔米糕 我剛才已經淋上了它的甜辣醬 是霸掌 就是霸掌了 霸掌的味道 因為它肉塊很大塊 然後它的糯米呢 也是滿軟的 是不是 可是這樣吃起來 我是騙在它的肉燥飯 它糯米味道很好 但也就是它的綜合湯 蝦碗魚碗湯圓 它們家真的很重口味 有沒有看到是重鹹的 有點 蝦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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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蝦碎肉還滿大塊的 這是它的鹹湯圓 鹹湯圓的外皮還滿軟Q的 然後裡面的餡料很紮實 它這個本來是比較好吃的 我覺得 所以來這邊點鹹湯圓就好 我覺得都可以吃看看 是不是每根口味不好 陳圓圓快喝這邊的湯 我們吃飽出來了 剛剛這樣清晰小吃不能 說實在真的是滿好吃的 但是就是 好鹹啊 我以為我在七股鹽三 真的是很鹹 它口味是好的 它的味道我覺得都還滿不錯吃的 就是實在是有點太鹹了 好啦 那我們快點逛一下看有什麼要買的 沒有的話我們就出去做個結尾回家吧 好鹹 掛進口兩個字就 520 貴到要命 它差很多耶 但是你說進口它真的是進口 嗯 我不知道啊 對啊 台灣的一斤100 進口的一斤520 貴鹹水耶 可是也差太多了吧 真的差有一點多 我是喜歡買這個 嗯 可以泡來喝 這滿會甜的啦 對啊 好啦 那只有這個不會甜對不對 對 好的 那給我這一包 好啊 桃花有什麼作用啊 就是也是體內環保的一種 我想說喝好玩的而已 對你來講應該是不好 我一樣會喝啊 就是 現在這個天氣的可以喝嗎 好我們買完出來了 我覺得三分鐘間呢 你要逛買年貨的話 是真的可以買 它今年的乾貨好像稍微少一些 像魷魚干貝那些啊 稍微比往年的少了一點 那今年反而比較多的是 糖果類的跟一些小吃類的 像麻辣啊 土豆啊 糖啊 進口糖果之類的 那往年的話是真的一整排幾乎都是在賣 干貝啊 魷魚啊之類的 今年反而沒什麼看到 比之前就是它重整之後啊 比之前有好逛一點也稍微整齊了一點啦 不像之前這麼亂 所以這也是不錯的 每年啊只要在春節的前戲啊 三豐洲街就特別的喜氣喔 因為這邊都是在賣春蓮啊 賣什麼 反正就是滿有過年的氣氛 對對對 充滿了過年的氣氛 就很有韻味啊 就還滿好玩的 還滿不錯的 可以逛一下先放完一輪一圈 逛完之後再決定要買什麼 啊我的話通常都是我看到之後 我就會趕快先買起來 然後後面有一樣的東西 我就盡量不要去看價錢 這也是一個方法 盡量不要看 看人會不開心所以就不要看 今天呢買的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啦 那如果有想來逛的話呢 可以過來這邊吃看看 只是好不好逛見仁見智啦 我會覺得重複性東西非常多 因為畢竟都是年貨 那過年呢才買的那些東西呢也是 都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所以重複性會高了一點 搞不好你可以找到你自己需要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掰掰 x2 3 5 0